在绘好人文艺术空间 有杨静江、张贵珍、李清柱老师 为大家带来51件的艺术创作 包括书法、创意水墨以及复合媒材 每一件都是老师们的用心之作 让欣赏的民众称赞连连 甚至还有大咖粉丝远道而来 这都要归功于绘好人文艺术空间 用心邀约艺术家进驻 营造原山艺术氛围 来自台北的上位艺术家 就是杨静江老师的书法 他总共有20幅 张贵珍老师他的创意水墨有21幅 林清柱老师他的复合媒材有10幅 都是一个上上之作 其实杨老师这件作品应该是六年前的作品 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落款 它是林孙过廷书谱 孙过廷书谱是我们写书法 在学草书的时候一定会去 加以研究学习的一个对象 那杨老师呢 他愿意把它展出来是很特殊的 因为杨老师在书法圈里面 他算是知名人士 大好人文艺术空间在原山这边 一直都很心情耕耘 人文素养方面的创作 然后也一直积极邀请各方面的艺术家过来这边 驻留然后让原山的人可以看到更多的不同的艺伟面相 你如果在这个意境里面去慢慢的欣赏 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心灵的分享 在我们这个书法的治理行间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力道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优美 跟那种让人可以非常轻松的感觉 其中张贵珍老师的创作当中 有的会贴上长条桩的金箔 为何有这样的理念 老师也讲解给大家知晓 因为我的创作里面就是有这个中轴线的探讨 在社会学里面中轴是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描述 那就是说我借用这个中轴 然后做出直线或者是弯曲的线条 也就是中轴或者是扭曲的轴线 或者是断裂的轴线 甚至说这些轴线变成了碎片化这样子的表示 这项山出创作连展 从现在起展到6月12号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来一趟原山吧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